等一下哦 这个公仔肯定走行 原本的可爱样子耶 Madam your smoke salmon is ready 哇 很夸张 很夸张 嗨 各位 欢迎来到可恩开箱 今天来开箱三个黑科技 常常有人问除了手机跟电脑之外 你有没有一些很特别 但是又很实用的科技小屋可以介绍 有 因为你们问 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诞生了 Doremi这三个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用的黑科技小屋 你可能没有听过 也有可能听过啦 它们真的不是这样common的 可是超好用 马上开箱给你们看 根据规矩从小开到的 你最小 第一个就是这个 QB多备份豆腐 你看它四四方方这样子哦 真的很像一专豆腐 没完啦 这个豆腐是一个很好用懒人backup生气 也有多难 只要你一充电 它就会auto帮你backup手机里面的照片影片 尤其是iPhone用户很多时候啊 都在那边complain不够储存空间 如果我搬去电脑又要透过iTunes 不然然后iCloud只有freak5GB三两下用完的 这个必买 它的size小小不好跟一个normal charger差不多 看到这个位置吗 这边呢就可以放micro SD卡 我的是128GB很够用了的啦 OK 接下来就把这个QB Pro连接去powerbank 然后连接我的kabel kabel再连接去手机当成是充电这样子 OK 你们留意看啊 等下我一dok下去啊 它就马上开始backup了很快了 全自动 我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按到 它就开始automackup了 这样的开箱就到这边全数了 我已经demo完毕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只要在你每次充电的中间这边 加多一个备份豆腐 它就automatic 把你backup完全部东西 简单到我妈咪现在都会backup了 它一共有两款 一个是普通的Type A插头 一个是新出的Type C插头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手机的插孔 都是用Type C的 这个主要就是看你们需求啦 那这个QB多为什么叫多叻 原因它是双用版 无论你是iPhone 无论你是Android 你都可以用 你的家人是Android的 你是iPhone的 这样你们就可以学学用哦 现在都去电脑看看我backup到怎样先 OK 你看它这边已经分配好了的 Album Contact 然后这是我的照片 看到吗 它已经分配好了 如果你不要你的东西被看到的话 其实哦你还可以自己setlock密码的 打开的app 绑定email facebook 或者是google 就可以开始set密码了 就算有一天QB不见了 或者不小心给男女朋友看到了 里面的秘密都开不掉了吗 OK QB多讲完next 登登 OK 第二款黑科技就是这个 Wago压缩带 其实这个东西呢也出了一段时间啊 我第一次用是在2019年然后就用到现在了 但是它不是很多人懂 所以还是决定跟你们分享一下 它一样超级无敌好用 什么鬼哦都可以丢进去给它压缩 这样大东西 可以缩成这样小机构力省空间 而且它是拿过2020台湾Excellent奖的哈 难道吗 这样多东西哦 毛巾 毛衣 毛衣 可以拔出来 然后这个机器刚才给你们看过了的 它这边有一个洞的 这个洞我们就对准 然后扭 OK 扭尽了 要兜电 一定要兜电啊 Powerband也可以啊 Powerband也是可以 这边有一个按钮的 只要我按一下 它就会开始把里面的空气抽完出来 OK 会起酒会起酒哦 吸着吸着 来着来着 这个是以前呢 我们拿去旅行的时候 收拾行李的时候超好用的 现在没有办法旅行嘛 so 我现在就拿来收纳家里面的一些东西 等下我demo备单给你们看 它是autodetect里面的空气 然后吸到光了的时候 它会自动停的 所以我不需要手按的 它吸完了它就stop 好烈哦 费西班了 如果它还有一点空气 你是可以按到的 完全按不到就是真的是没有空气 OK 现在轮到飞蛋 一样接起来 OMG 变成这样小了 后面像成个鱿鱼这样子 你知道吗 现在 本来是这样高的 现在变成这样子的鱿鱼 好像有收纳这样子 OK 接下来测试公仔 等一下哦 这个公仔确定走行 真的是走行走掉不要不要了 它原本的可爱样子 这个情况因为公仔里面有很多空气 其实如果你再按了一次 它是还可以继续再抽 再来啊 它是还可以的 它就直接抽到它里面 真的是没有空气为止 请问它是谁 完全不认得它了 OK 我现在教你们 怎样让它复原 首先我们先扒掉这个 一点 关起来 这个就可以收纳了 OK 这样我们现在拿出来 看它会不会复原 好可爱啊 一样蓬松 它买来的时候里面就已经有送一个M size的vacuum bag了 这样一个哪里够用啦 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去买一个S size的 这样子就可以拿来装那种小小罐的shampoo啊 护肤瓶啊 然后就可以放进行李就保证一定不会倒掉哦 这个东西很好用 拜托一定要买它 第三个黑客机就是这一个 一个手包得完的 mini空气净化器 loft door 这么小你看 又是一个神奇的发明 它哦是design for一个人用的 这样 不不 有没有吸到一种单身狗的味道 其实呢一开始看它是因为我鼻子本来就很敏感的 我一点点空气不好哦 我就会打起来的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打喷嚏的 所以我家里面长期都放着那种大大台的空气净化器 这样出门怎样叻 比如去office啊 在车上啊 睡房等等 用这个mini的空气净化器就很适合咯 我跟你们讲 它最黑客机的地方就是 它不需要换filter 看到吗 它是用光处技术去消灭细菌的 所以哦很环保 然后你又不用浪费钱去买filter 设计上面呢它是网状的 然后圆圆润润 它有附送一个小帽子是cup上去 是control它出风的风向 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东西 给你放在车上用的 可以开电 这边它其实是touch panel来的 按一下就会开 再按一下 它就更大风一点 再按一下 它就更大风 这个是它最大声的时候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吵 应该有人跟我一开始一样啦 想着它降小的功能性可不可以的哦 我们现在做一个测试 我们的测试是怎样做的呢 首先我会把它放进这个锅子里面 然后开电 关起来 然后我们就会制造一个烟在里面 看一下它会不会消掉那些烟 OK 现在我们已经开了电了的 这个人 它在网里面喷那个电子烟 蒙了 OK 里面基本上已经是蒙蒙的了 看看30秒之后开盖 那个情况会是怎样 其实我感觉它有点消掉了 有耶可以看得到它已经开始清除了 对了我们等个50秒啦 这是50秒的情况 没有烟啊 没有什么烟耶其实 OK现在是完全没有什么机器的情况下 又要来制造烟了 这个人在对这个锅子做些什么 Oh my god 很炸烟耶 我们照样等个50秒 诶 50秒了 OK Madam Your smoked salmon is ready 哇很夸张 很夸张 很夸张 看到吗 这个就是有空气进化器 跟没有空气进化器的差别 OK 好啦 以上就是三个我的黑科技 开销开箱 反正这三个东西都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用的一些新奇发明 而且 它们都是拿过台湾精品奖的哦 那什么是台湾精品呢 来 出logo 只要你看到这个logo 啊 罗 logo 罗 logo 他们 你 logo 你就知道它们是台湾创新产品的共同标志 但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你们一定要去online 台湾Export的台湾精品馆去看看啊 为期三天 从明天开始到8月6号去看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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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